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r.再有一天,就是2022届NBA名人堂颁奖一事,而名人堂新闻发布会上,马斯民宿吉诺比利,接受了采访,吉诺比利,将于9月11日,入选篮球名人堂,邓肯,将担任他的引荐人,新闻发布会,现场谈到了多方面的话题。 吉诺比利在发布会现场,先是否定了自己的能力,他表示,自己不是那种,无论如何,都会晋名人堂的球员,他需要一个伟大的团队。 幸运的吉诺比利,拥有马斯,马斯拥有吉诺比利,就拥有了GDP,吉诺比利,进入NBA之后,一直为圣安东尼奥马斯队效力,GDP组合,四夺NBA总冠军,还在2004年,率领阿根廷南篮,夺得奥运金牌,吉诺比利,也是少有的拥有NBA总冠军,和奥运金牌的非美国球员。 吉诺比利还表示,自己亏欠邓肯很多,如果没有邓肯,也将不会有他的名人堂演讲。 吉诺比利,谈到了自己的国家,他觉得,自己现在站在这里,是不真实的,吉诺比利,来自一个,以足球文明的国家阿根廷,从阿根廷的一个小镇,走向NBA,对小时候的吉诺比利来说,已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。 年复一年,事情开始发生。吉诺比利,在1999年,NBA选秀中,以第57顺位,被圣安东尼奥马斯队选中,2002年,正式登陆NBA。 吉诺比利,登陆NBA之后,人们开。 已认诚于一年十分之二十分之二 extended,我已经同村上在让吉诺比利。 感谢观看